我們觀察會嚴的外面 這是唐鳳中立 第一頂禮拜五發生 一個雜部發生 坐公車買去上課 不過人太多沒拿起來 切招讓公車車門夾到的 公車開始駛 以前幾人 換人拖買十公車 有哪兒造成他的道具 受傷 現在已經報案 提出相關的高速 這次協助 十五月 心理的路發生 讓公車交到的 拖延走的情形 民眾說 看來都會怕 上學的時候 雖然滿早 雖然沒睡覺 然後有想要拿著玩法 就很可怕 有人居然在脫了 是有點離譜啦 因為正常來說 司機他的都會有那個 控制的畫面 監控的畫面 交通在FB大文說 他十五月二五才去六點半 在中立的中山當路 坐公車 人就要不去在車上 公車門就開起來 監控後請問 拖延到的 公車就向前塞 讓他被拖延十幾公車 除了他 逗手掃上 卡車都有必須 已經去派出所報案 當事人已於二十七日上午 時時許置分所提出傷害告訴 全案以規定 相關賠償事宜 將交由雙方當事人 後續進行協調 中立分教說家庭 已經自己調 民間的鑑識去過面 押下定位去客運公司 倒數 在這二十七日去派出所 替上海過手 我們會再加強教育 我們的所有的駕駛 在車輛車門關門前 以及起步前 再多注意一下 有沒有相關人車的問題後 再做起步的動作 避免類似的事情再發生 騎問公司標識度限 公會盡量與比海陸發生 合調離別的事情 同時要加強更有訓練 比變這種經營更發生 記者綜合部都